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美国著名伦理惊悚片《不中》 康尼一家生活在交外的别墅 这是康尼与丈夫爱德华结婚的第11年 他们有一个8岁的儿子查理,淘气但也懂事 丈夫爱德华经营着一家公司,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典型的中产节级家庭 和以往的每个早晨一样,康尼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提醒穿反了衣服的丈夫,抓着儿子完成刷牙洗脸的任务 丈夫抱怨着没有买某只股票,儿子又弄脏了马桶 生活掺杂着不起眼的小烦恼,但总体还算幸福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大风天 出门时,丈夫建议康尼今天待在家里 但为了拍卖会的行程,和儿子的生日礼物 康尼还是坐上了去往市里的火车 对于一路的长途跋涉,康尼早已习以为常 但这天的大风却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连打个回程的出租车都困难 康尼步履蹒跚地走进巷子,一个抱着树的男人出现的巷尾 一片混乱之中,两人越走越紧,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引力 让两人撞在一起,最后人样麻烦 这个男人用法语抱怨了两句,趴起来帮康尼捡东西 康尼则帮男人抱起散落一地的书 请求对方帮自己担一辆出租车 然而这糟糕的天气,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停下 康尼被男人暴跳如雷的模样逗笑了 男人开着天气的玩笑走回来,注意到康尼膝盖上的伤口 男人抬起头,指着一间有花盆的房子 提出上楼,帮康尼处理一下 男人抱着说走进大门 走之前不忘对着康尼开玩笑 保证自己肯定不是连环杀手 眼看着一辆出租车驶过 康尼还是转身,跟着男人上楼了 大概是年久失修的电梯出了故障 男人重骂两句,引康尼走上楼梯 那是一间对网书的房子,男人是一个树上 他一边脱掉外套,一边给康尼指了药柜和浴室的方向 笑得有些轻条 毕竟是陌生男人的家 康尼一旧浴室就锁上门 慌乱间碰掉了药瓶 康尼忍着恶心,将药瓶从马桶里捡出来 放下马桶圈,开始给自己处理伤口 等从迷宫一样的书堆里绕出来 男人早已住话插等候着 康尼一见客厅挂着沙袋 问男人是不是拳击手 男人解释说,这是朋友的房子 朋友回了巴黎 他就在这儿,经营买卖书的生意 平时很少晚归的康尼 决定先打个电话回家 避免儿子担心 男人悄悄地靠近着 犹如鬼魅 毫无防备的康尼被吓了一跳 只见男人将冰蛋 放在他受伤的膝盖上 放下电话 康尼告诉男人 他有个姜满9岁的儿子 男人自我介绍到 他叫保罗·马蒂尔 姜满28岁 互报加盟后 康尼有一次道别 可是马蒂尔却叫住康尼 让他拿本书再走 康尼也拗头 马蒂尔自大方地表示 只是个纪念品 康尼便不再拒绝 跟着马蒂尔的指引 康尼来到一个书轨前 拿出了对方说出的那本书 翻到指定的那页 读出了一段文字 及时行得 此刻便是你的人生 花音未落 两人对视 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 康尼再次强调 自己得走了 埋着头 却走进了男人的卧室 在马蒂尔的提醒下 康尼窘迫地掉转了方向 康尼匆匆赶往车站 回到家 儿子查理一眼便注意到 康尼膝盖上的伤口 康尼说自己摔倒了 查理激动地拿来相机 说是要拍下来 叫学校的作业 康尼配合得 装出很痛的样子 等爸爸回家 查理兴奋地展示 其自己拍的照片 得知康尼手上 爱德华担心地询问起来 康尼透露 有一个好心人帮了他的忙 确认康尼并无大碍 爱德华调侃起来 问康尼 那人长得帅不帅 康尼笑了 两人似乎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夜里 康尼从浴室里走来 爱德华正把玩着 新买的摄像机 康尼主动坐到照顾身上 气氛逐渐升温至极 隔壁传来儿子查理的呼唤 爱德华套上裤子 转而却安抚睡不着觉的儿子 第二天 送走查理之后 康尼翻出那本来自好心人的书 从中掉了出一张名片 康尼将名片捡了起来 屋里没有其他人 但康尼还是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身旁 只有宠物狗 无言地望着他 康尼来到人来人往的车站 将硬币投进公用电话 又挂了电话 反复纠结着 一番心理斗争后 康尼终于决定下定决心 可拨出电话 对面传来的却是自动应答 康尼难以掩饰自己的失落 就在康尼打算挂掉电话时 对面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康尼瞬间变得欣喜 他礼貌而有距离地 向对方表达感谢 对方却直接邀请康尼 上门喝杯咖啡 鬼使神差一般 康尼又来到了马提尔家 穿着大衣的康尼 徘徊在玄关处 不敢越雷翅一步 直到马提尔提出 要帮康尼脱掉外套 手指却有意地划过 康尼迷人的颈部 康尼心虚地表示 自己不能待很久 像是在告诉马提尔 更像是在告诉自己 另一边 马提尔也被滚烫的咖啡 弄得十分狼狈 两人共享着一种默契的心不在焉 当马提尔发现 康尼被桌上的点字书吸引时 便找机会握住了康尼的手 一番短暂的调情之后 康尼匆匆逃离 康尼回到了丈夫身边 见到康尼 下属逼二支取的 将办公室的空间留给两人 康尼为爱德华买了一件毛衣 尽管有些不解 爱德华还是套上了毛衣 然而 短暂的温馨 很快被一通工作电话打破 晚餐后 康尼魂不熟舍地洗着碗 丈夫来到身旁 康尼却始终没有注意到 他的遗事早已飘到另一个地方 第二天 康尼毫无意外地 出现在马蒂尔的住所 这一回 马蒂尔邀请康尼一起挑一支舞 马蒂尔将康尼带来的礼物 丢到地上 康尼的手边顺势放到了马蒂尔的肩上 法国男人深暗如何调情 康尼逐渐失去了抵抗力 索性突然停下的音乐 惊醒了康尼 他赶紧提包落跑 在关上的门后面 马蒂尔苦笑着 踢了一脚地上的袋子 就在这时 门却重新打开了 马蒂尔抱起了回来拿外套的康尼 而康尼也失去了离开的机会 但这或许正如他所愿 回家的火车上 康尼回遇着两人交换的片段 暴力激发了康尼的原始冲动 一种混合着愧疚的欲望 令康尼久久不能平静 在极度复杂的心情中 康尼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列车最终在海边停下 而海面之下暗潮汹涌 几个小时后 下班坐火车回家的爱德华 恰巧碰上了一位朋友 正是康尼常去的拍卖会所的员工 前一日 康尼就是借着 要和对方聊卖品的理由出门的 可这位朋友说 自己刚刚出差回来 又好一段时间 没有和康尼见过面了 听到这儿 爱德华一时间有些错愕 晚餐后 爱德华和人好奇地问起了 康尼白天过得如何 康尼注意到了爱德华的异常 便一再向爱德华保证自己爱她 爱德华没有再继续追问 离开书房前 康尼心神不宁地关错了灯 黑暗之中 看着多年前爱德华 送给自己的爱情信物 康尼若有所思 或许她自己也开始怀疑 她爱的是谁 康尼然和马提尔暗中偷情 但这并没有影响 她幸福的家庭生活 两者康尼都不能放弃 而此刻的她 也还算游刃游语 这天 康尼和马提尔 稍微地来到了外面的咖啡厅 平时在家里优惠的康尼 显得十分紧绷 为了缓解康尼的紧张 马提尔提出打个赌 他指着一对 正在抢夺账单的上班族 说如果右边的人付钱成功 他和康尼就离开 如果左边的人抢到账单 他就要吻康尼 还来不及咀嚼 左边的男人成功抢到了账单 马提尔轻声吻向康尼 抢到账单的男人 在这时转过身来 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爱德华的下属比尔 此刻 比尔有一次怀疑自己的眼睛 在外面的咖啡厅 上司的妻子 正与陌生男人亲密依偎在一起 退门出去时 比尔仍下意识地回头确认 却看见两人稳在利息 比尔悄悄离开了现场 没有说破 而沉浸在这二人世界的康尼和马提尔 对这一切浑然不绝 一场过于巧合的偶遇 仿佛也在预示着 凡时走过的路都会留下痕迹 洗澡时 康尼发现了马提尔 花在他身上的小记号 索性被丈夫发现之前 他将马提尔的恶作剧清洗干净了 爱德华关上灯 只留下烛光 跨近浴缸想与康尼温存一番 然而康尼却拒绝了 第二天 爱德华又一次邀请康尼攻进晚餐 而康尼则拿出美容院的预约 作为挡箭牌 可鸡呆身上的高跟鞋和裙子 已经暗示了康尼接下来的真正去处 面对康尼的百般推脱 爱德华选择保持隐忍 而后爱德华悄悄拨通美容院的电话 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 对方并没有接到康尼的预约 此时的康尼 在距离朝思暮想的那个人 仅有几层楼梯的距离 却被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叫住了 三人来到咖啡厅 康尼进咖啡厅的第一件事 是打给马奎尔 告诉对方自己被困住了 没一会儿 马蒂尔来到咖啡厅 两人会心一对时 康尼便起身跟着马蒂尔一起进了厕所 康尼离开座位之后 老朋友们都忍不住地称赞康尼容光缓发 激情过后 康尼回到朋友身边 两人开玩笑地说 以为康尼被帅哥绑架了 而他们所说的帅哥 就是巴胎处的马蒂尔 话题也隐隐而引到了婚爱情 其中一位朋友跃跃欲识 而另一位朋友却突然严肃起来 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康尼 所有婚爱关系都会以悲剧收场 聚会结束 康尼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马蒂尔家 哪怕清楚这段关系 走到最后 总会有人受到伤害 此时的康尼也已经无法自拔 与此同时 爱德华正在面临不小的危机 他发现下属比尔 正案中以竞品公司洽谈跳槽事宜 爱德华先下手为强 主动提出结束雇用关系 恼羞成怒的比尔开始口不择言 一有所指地让爱德华多关心家人 爱德华如梦初行 那是他心知肚明 却不敢面对的事实 他找到了私家侦探 要求对方跟踪康尼 晚餐时 爱德华突然提起解雇比尔一事 原因是对方不够负责 爱德华的话似乎一有所指 而康尼仍对偷情泄露 一事毫无察觉 被打破平衡的生活 此事早已岌岌可危 在又一次瘫荒后 康尼居然忘记了家儿子放学 慌忙地离开马提尔家 赶到学校时 查理已经等候多时 这让康尼信入深深的自责 而借着出差的理由 爱德华以私家侦探捧面 拿到了康尼与马提尔优惑的照片 又是一个不寻常的雨天 本该回家的康尼 归室神差地掉转了车头 还往了去马提尔家的方向 在马提尔家楼下 康尼见到了未曾想过的景象 只见马提尔搂着一个女孩的脖子 进了图书馆 在倾盆大雨之中 康尼下车冲进图书馆 透过书家的缝隙 看见了人亲密的模样 康尼终于失去理智 冲过去报答马提尔 原来马提尔不止康尼一个情人 愤怒的康尼提出中置两人的关系 电梯却布桥在此时出现了故障 康尼只能从马提尔家绕过去 可刚推开门 便被追出来的马提尔拽住 尽管心中怨愤 康尼却无法拒绝与马提尔 在一起时的激情 康尼离开后 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造访了马提尔的住所 打开门 看着眼前年轻见熟的男人 爱德华心中五味杂陈 爱德华自爆家门后 马提尔也对门外男人的身份 先知肚明 虽然不确定对方的来意 马提尔还是放爱德华进了屋 爱德华先一步走进屋子 站在屋子中央 环视着四周 马提尔则提防地 与爱德华保持着距离 他将一杯福特加递给对方 爱德华接过酒杯 开始一点点询问 两人相识的过程 原来这个年轻男人 就是康尼在大风天 碰见的好心人 一场围绕康尼 引而不发的较量 在两人间展开 爱德华一边摸过 马提尔家中的种种物件 一边深入追问马提尔 与康尼优惠的细节 马提尔也毫不退让 说康尼在这儿的时光 一定比在郊区开心 而当得知妻子 不仅和出轨对象 聊起过儿子查理 还和对方聊起过 身为丈夫的他 爱德华意识到 在这场较量中 他已经陷入烈尸 也逐渐变得沮丧起来 而真正爱德华失去理智的 是一个不知从何时 家中消失的物件 爱德华发现 自己送给康尼的水晶球 此时出现在了 马提尔的床头 真爱德华彻底败下阵来 究竟为什么 妻子会把自己 送给他的礼物 转而送给出轨对象 在这之后 爱德华无数次都问自己 那是个他 不愿去想的答案 相比多年前的感情与责任 康尼选择了一时的激情 一股气血上涌 爱德华的眼前逐渐模糊 他脚步蹒跚地站了起来 身体超越理性 先一步做出了行动 将水晶球重重砸向 马提尔的头 粘稠的鲜血 从马提尔的头上流下 爱德华这时才清醒过来 惊恐地看着 倒在地上的马提尔 水晶球应声滑落 但已经来不及了 马提尔死了 他成了杀人犯 当理智重新回归 爱德华绝对振作起来 开始一点点清理犯罪现场 就在这个时候 一通电话留言响起 那是来自康尼的道别 他已经下定决心 和马提尔分手 爱德华一刻也不敢 停下手里的工作 打扫完犯罪痕迹后 他笨拙地用地毯 将马提尔的尸体捆起来 打算用电梯运出去 而走之前还不忘删除 刚刚那通来自康尼的留言 之时 爱德华忽略了一旁的备忘炉 上面还写着 康尼的名字和电话 雾落屏风连夜雨 在运送尸体的过程中 电梯又一次发生了故障 轻急之下 爱德华竟爆发了尖人的力量 将尸体举过头顶 丢进楼道 在暴雨之中 爱德华将尸体藏进货北厢 带着隐秘的罪恶 离开了犯罪现场 另一头 早早来到查理学校的康尼 先有些交集 晚会上 查理的表演已经开始好久 康尼终于等来翘首以盼的人 看着儿子在台上 天真可爱的模样 康尼主动伸手握住爱德华的手 两人在台下相拥 此刻 一种酸楚的幸福涌上心头 会后 三人缤纷两路 爱德华带李查先回家 康尼则帮忙留下打扫卫生 车子刚要上路 后备箱一处传来一声巨响 爱德华冲下车 完全不搭理事故的始作俑者 草草将被撞到后备箱盒上 就要启动车子 甚至对方主动走上来 很负责任地提出要检查车子 好脾气的爱德华 一反常态地动了弄 尽管吓到了一旁的查理 爱德华还是不管不顾的 赶紧去车离开 深夜 爱德华悄悄爬起来 确定康尼已经睡着 去车来到垃圾填埋场 将尸体丢弃后 爱德华扬船而去 离开了抽起熏天的垃圾场 爱德华又来到了洗车房 看着车上的泡沫 一点点没水冲刷干净 才回到家里 走进浴室 爱德华使劲搓洗着身子 像是期望洗掉身上的所有罪恶 情地消失不见 按而回归家庭 一切或许还可以回到正轨 尽管第二天 被妻子和儿子发现状态不佳 爱德华也不愿多提 只是忍不住问康尼 是不是真的喜欢住在郊区 哪怕得到了康尼肯定的答复 爱德华还是一再重申 他们不是非要住在这里 可以搬回市里 只是 那天将水晶球砸向马提尔的记忆 始终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 几天后 一辆警车停在了康尼家的院子里 警察问康尼是否认识 一个叫保罗马提尔的人 康尼这才都知马提尔失踪了 是马提尔的妻子抱得紧 两人分居了 但仍有联系 警察在马提尔的桌上 发现了康尼的号码 想看看从康尼这里 是否能听到马提尔的下落 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晚餐时 查理聊到家里来过警察的事 爱德华突然警觉起来 问康尼警察来做什么 康尼试图塞过去 当然没有深究下去 隔日 一场聚餐在康尼家中举行 恍惚间 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日子 他们还是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命运审判的日子 逼想象来得更快 仅仅过去一周 警察又一次来到了康尼家 这一次 他们带来了新消息 马提尔的尸体被发现了 警察问康尼 是否能想起在哪见过马提尔 康尼编造了一个地点 警察要继续问爱德华 是否见过马提尔 这一回警察步步紧逼 不再轻易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甚至问康尼 是否曾去过马提尔的住所 以及附近区域 康尼一再否认 警察只好掏出决定性证据 一张四周前 马提尔公寓前的停车权 康尼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 说自己和朋友 在那的咖啡馆碰过面 接连的逼吻 让康尼越来越无措 爱德华站了出来 表示他们已经交代了 一些知道的信息 请求警察不要再为难康尼 警察表示理解 留下名片离开了 看着警察离去的背影 康尼久久无法平静 爱德华悄悄转过身 看着哭泣的康尼 两人都已经明白 他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没过几天 康尼帮爱德华去洗衣店 去洗好的衣服 在衣服口袋里 康尼发现了一个信封 康尼打开信封 里面赫然装着自己与马提尔的照片 一瞬间 絮絮多多的思绪如脑海 四周仿佛变成了无声的世界 康尼抓洗衣服 甚至顾不上和朋友说声再见 匆忙离开了洗衣店 回到家的康尼 试图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可他却再无法正视 朝夕相处的丈夫 朋友来家中做客 康尼始终惊声恍惚 知道朋友拿起一个水晶球 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 康尼心不在焉地做了答 视线却停留在 后面悄悄露出 真身的另一个水晶球里 那刻他作为礼物 送给马提尔的水晶球 不知何时回到了自己家里 康尼带着怀疑往下爱德华 而爱德华则躲避了他的视线 这一刻 康尼在心中已经确认了答案 夜里 爱德华依然立在黑暗的客厅中 康尼小心翼地走进爱德华 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疑问 是你杀了他吗 爱德华背着身 康尼看不见他的表情 但爱德华的沉默 已经给出了回答 康尼激动起来 问爱德华究竟做了什么 爱德华终于转过身 反过来质问康尼做了什么 为了保护这个家 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 而康尼却不屑遗骨的 气质如碧驴 仅仅是为了一个年轻男人 爱德华终于不用再掩饰 他的伤心愤怒不解 全部在这一刻发泄出来 激动的泪水从眼眶中溢出 爱德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像是有所预感 半夜尿床的查理 不安得来找妈妈 而康尼却告诉查理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记得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时间转眼来到了周末 康尼翻看着旧相册 爱德华在旁边教查理弹琴 曾经触手可及的幸福 此刻都显得那么迷足珍贵 康尼拆开水晶球 竟然发现了多年前 爱德华给自己的留言 那是查理 刚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康尼将自己和马提尔的照片 丢进笔炉 火焰吞噬了照片 回忆却用上心头 假如时光倒流 他没有跟着马提尔上楼 而是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是否一切就会不同呢 可是这世上 从来都没有后悔药 爱德华抱住背上的康尼 说出了自首的打算 无论康尼如何劝说 因为哪怕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那些记忆也会永远存在 时刻提醒着他犯下的罪恶 车子停在了警局门口 两人坐着最后的畅响 他们可以移民到墨西哥 过上疑心埋名的生活 或许可以是在海边度过余生 然后一起葬在海里 深蓝的夜空下 车子静静地听到警察局前 警察局里亮着明慌色的光 像是在为迷途的高阳指引方向 这一次 爱德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片子在这里也就结束了 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人们常常幻想当初 假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一定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可是假如时光倒流 康尼和爱德华 又是否能做对每个决定呢 命运的悲值 是由无数个微小 而不易差距的错误积累而成的 等发现时 早已没有回头的可能 这或许就是命运的诡决之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入记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